每天都有不少顾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他的古老技法 因为洗眼过程中 熊高五要用他锋利的刀片 贴着眼球刮内眼皮 所以来体验的人都是一些等大者 给顾客提供刀锋洗眼之前 熊高五都会给他那把土刀子仔细消毒 消毒处理完毕 熊高五便用他那十块钱一瓶的眼药水滴在刀面上 有些年轻人觉得这项服务太吓人 不卫生 但熊高五表示非常理解 毕竟都是老一辈的东西 年轻人接受不了很正常 但自己做这个四十多年从未出过问题 熊高五在这里常年也有不少回头客 有些顾客在第一次体验了刀锋洗眼之后 便无法忘记 熊高五说 现在还少有人清洗眼睛 用这种方式可以清洗内眼皮的脏东西 洗了之后会看得更清楚了 但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眼睛里没东西 自然也用不着清洗 这个传统手艺现在比较少 应该说大多数人已经淡忘了 而且很少有人去体验 我觉得现在老一辈的手艺人和年轻人 应该相互去传承和交流 面对这样的民间记忆 盛民杨森探验 之前并没有听说过用刀片洗眼睛 他也担心这样的行为很危险 不过他还是认为 这种记忆还是应该传承下去 在成都市金江区一条小巷里 除了下雨 六十二岁理发师熊高五 每天都会出现在这里 给周围人提供理发服务 而刀锋洗眼是他的独门绝技 每天都有不少顾客 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他的古老技法 因为洗眼过程中 熊高五要用他锋利的刀片 贴着眼球刮内眼皮 所以来体验的人都是一些胆大者 给顾客提供刀锋洗眼之前 熊高五都会给他那把土刀子仔细消毒 消毒处理完毕 熊高五便用他那十块钱一瓶的养药水 滴在刀面上 有些年轻人觉得这项服务太吓人 不卫生 但熊高五表示非常理解 毕竟都是老一辈的东西 年轻人接受不了 很正常 但自己做这个 四十多年从未出过问题 熊高五在这里 常年也有不少回头客 有些顾客 在第一次体验了刀锋洗眼之后 便无法忘记 熊高五说 现在还少有人清洗眼睛 用这种方式可以清洗你眼皮的脏东西 洗了之后会看得更清楚了 但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眼睛里没东西 自然也用不着清洗 这个传统手艺现在比较少 应该说大多数人已经淡忘了 而且还少有人去体验 我觉得现在老一辈的手艺人和年轻人 应该相互去传承和交流 面对这样的民间记忆 盛民杨森探验 之前并没有听说过用刀片洗眼睛 他也担心这样的行为很危险 不过他还是认为 这种记忆还是应该传承下去 从开始的左前一个 到现在的三番一个 以前不晓得它 从个别人介绍之后 在成都市景江区一条小巷里 除了夏宇 62岁理发师熊杠武每天都会出现在这里 给周围人提供理发服务 而刀锋洗眼是他的独门绝技 每天都有不少顾客专程来到这里 体验他的古老技法 因为洗眼过程中 熊杠武要用他锋利的刀片 拼着眼球刮内眼皮 所以来体验的人都是一些胆大者 给顾客提供刀锋洗眼之前 熊杠武都会给他那把土刀子 仔细消毒 消毒处理完毕 熊杠武便用他那十块钱一瓶的眼药水 滴在刀面上 有些年轻人觉得这项服务太吓人 不卫生 但熊杠武表示非常理解 毕竟都是老一辈的东西 年轻人接受不了很正常 但自己做这个 四十多年从未出过问题 熊杠武在这里 常年也有不少回头客 有些顾客在第一次体验了刀锋洗眼之后 便无法忘记 熊杠武说 现在还少有人清洗眼睛 用这种方式可以清洗内眼皮的脏东西 洗了这种